大家好 我是Steven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組織結構與系統架構的協作發展與變化 怎麼下一頁 目前的話我是在松林科技這邊打工 然後在過去應該 如果有參加前一兩屆的conference的話 我應該有說過我在大陸 所以今天整個分享的內容 基本上會是以大陸這邊的一個生態 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在這個分享裡面的內容 主要會包括這幾點 我們會先看一下在傳統的架構上面 還有一些產品策略是長怎麼樣子的 然後以及在一些技術的發展 或者是業務的發展的情況下 我們的變化會是什麼 那這邊的所有的變化基本上都是以大陸這邊為主 那我們看一下傳統的那個架構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你應該會看到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架構 就是前端跟後端是分離開來的 那以目前來說的話前端的內容就是 你可能會用fue 會用react 可能會用angular之類的東西去兜 那在後端的部分呢 我們通常會以java 然後可能前面再搭個framework 像spring之類的 那你可能有沒有錢的話 你可能會用像micycle 或postgres這樣的database 那如果你有錢一點 你可能會用oroco 但是不管你是用哪一種 你大概會在一些demo 或者是一些書籍上面 你看到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可是隨著時間的一些變化 你會發現你的系統就開始慢慢的變肥了 這變肥的原因有很多種 像是你可能為了想要讓你的系統變得好維護 或者是你想要讓你的系統的程式碼寫得更少一點 或者是說你想要讓其他人可以看得懂一些 你可能會開始引入一些第三方的library 可是在你引入第三方的library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那些你沒有用到的東西 也跟著上你的系統了 所以他就變肥了 那也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 今天這個產品他在外面運作得很順利 運作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發現說你的產品經理可能會跟你說 我需要再讓更多新的用戶進來做使用 所以他就開始慢慢幫你加功能 加功能你的系統就變肥了 也有可能是原本服務的人數大概只有100個人 那現在他想要開始往1000個人去擴展 所以你的程式的邏輯又要開始調整 所以他就開始慢慢變肥了 當然隨著你的時間變化 隨著公司的目標發展 然後以及你的業務內容變了 你有可能會發展出多套的產品 但是多套的產品的建立的過程中 你還是會發生一件事情就是 我的第二個產品 我可能不知道我的用戶目標有多少人 我的市場有多大 所以一開始你的結構還是像這個樣子 所以你會發現你建了很多套的產品出來以後 你的系統也跟著跟產品做1比1的對應 那每個結構都長得差不多 這是一種 可是隨著時間的變化 你的技術也在發展 有可能你會因為公司自己的一些策略 目標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組織上的習慣 你有可能建立出自己的一些方法出來 像是你可能建立自己的技術方案 你會開始做一些改造 也有可能你會看到一些國外的公司 他們給出一些比較好的解決之後 你有可能想辦法把它引進到你的系統裡面來 當然你也有可能會發現說 我要進這個引進 我可能需要做一些嘗試 所以你會開始從第一個你的舊友的系統 開始做一些試點改造 那以最近比較紅的一些例子來說的話 我們可能會用Micro Service這樣的一個架構 所以你可能就會開始把你原本的一個胖胖的Service 把它切成好多好多個小的Service組合而成 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發現說 我的前端沒有變化 我的後端可能也不太會有大變化 但是我需要學習一些新的東西 像是Docker 我可能會需要把我原本的服務 把它搬到雲上面去 所以我可能會想要用像AWS之類的 因為它可能已經有一些機器在那邊 我只要把我的程式放上去 我就可以輕鬆的使用它 這是一種 當然你有可能是因為公司上的一些政策 像是我的Security比較嚴格 可能我的東西不想被人家 馬上就被人家知道或訪問到 那你有可能會開始建立自己的私有云 所以你可能開始往K8S去學 這是一種 再來 雖然說在傳統的架構上面 你還是會有一些像你的Log 你要去看它嘛 你有可能會有一些你的Log工具 但是到了微服務之後 你的Log會變得更難查 原因是你的Log開始散在各個的服務裡面 那這時候你可能就會需要用到一些像 隔壁現在正在講的Leap King 或者是你要用到Kibana 或者是ProMe修飾之類的東西 幫你把Log收集起來 幫你把一些你的系統的Performance收集起來 讓你方便在某幾個地方 可以看到這些服務的變化 這是一個你會發現說 它開始慢慢變複雜 但是這個複雜指的不是你的程式碼變複雜 應該說你變成微服務之後 你的程式碼可能會變得很簡單 原因是當你可能透過一些好的方法論 去幫你的服務做一些合理性的切割之後 你會發現你原本的應用程式的內容 它可能變簡單了 因為邏輯被切得很清楚 被切乾淨了 但是在你的管理上面 你的確變複雜了 你享受到了微服務的好處 像是你可以針對某一個比較熱點的 比較多人需要去使用的一些服務點 Service 你可能會去對它做Scaling 你可以把它從一台變成好多台 解決掉你原本你傳統架構上面 你可能要把一個胖胖的變成很多台 那種資源浪費減小 但是隨著這個變多 你可能會發生說 我的Log很難查 所以我需要自己把這些Log收集起來 這是它的複雜地方 我可能需要知道說 我現在到底開了多少個Service 這是它複雜的地方 所以你的程式變簡單了 但是你的管理變複雜了 可是變複雜並不會阻止你做這件事情 你可能會覺得 我好像嘗試到了維護上面變簡單了 我好像嘗試到了我晚上可以安心睡覺不用起床了 所以你可能會開始聯合你的其他的幾個產品團隊 或者是技術團隊 開始一個一個的把你的產品全部都服務化 這就是一個目前的現況 在大概兩年前 不管是中國或者是台灣 大部分都有一個這樣的現象出現 另外一個是更多的那種企業 他可能會因為自己的IT人員不夠 所以他可能會向外面去委外來購置系統 也有可能是直接買一個現成的系統來用 那兜起來的感覺也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會面臨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到底要怎麼管這些service 這些service被我拆得這麼的細 這麼的多 有的可能scale 有的可能沒有 那在剛剛我們的scale的過程中 我的前段一直沒有scale 那我的前段到底要怎麼做 所以你會發現說 我可能會因為我的管理因素 我會發現說有幾個地方 可能是有一些共同的管理性需求 就像這邊所標的 可能紅色的啊 或者是橘黃色這幾塊 那你可能就開始想要對它做一些整理 所以你會進行一連串的重構 在重構的過程中 你可能會把這些共同的部分 抽進到某一個服務裡面去 所以這時候你可能會發現說 你的紅色的部分 你的黃色的部分 會變得比較大 跟你原本想的不一樣 可能是凌亂的 可能是雜的 但是你的藍色部分還是必須保留 原因是因為你還沒想好 到底要怎麼去弄它 這是你的過程 接著呢 你會開始慢慢梳理出 應該怎麼管理它的方法 但是這整個管理的方法 全部都是出於技術面向居多 原因是因為公司不太可能 會配合你 要做這些管理 然後投資你一大堆的人 你肯定是慢慢的 在你的試點的過程中 在你的摸索中 慢慢把這些方法找出來 所以你有可能會發現說 你把它做成一個這樣子 你可能把紅色的 黃色的藍色的這一塊 比較偏技術面向的 它可能是服務像 我要計算一個很久很久的東西 所以你把這種東西放在一起 你有可能是把一些像 可能是登錄的東西 你就直接放在一起 為了目的是什麼 我好管 然後呢 你可能會做出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像 我可能會把一些 Database的服務 我就會往下拉 原因是因為我不想要 讓我的Database之類的東西 也放在我中間第二層這裡面 所以你會因為技術的原因 你會把它切出成這兩層 可是你會發現你的前端一直都沒變化 這時候前端會有一個問題出現的點是 我的前端的畫面一直都只有一個 可是我後面的服務很多個 我的URL怎麼打 我的Routing要怎麼做 所以你會開始對你的前端做一些重供 這重供的目的呢 是為了把前端一些共用性的東西 你會把它抽出來 所以這時候你可能會跑出前端的第二層出來 你會對它做節優 你會開始做一些component 像你可能會透過react的framework 開始包出一些component出來 為的目的是什麼 把這些component重用 可是這些component重用 並不是說你可以馬上直接就放到Cloud去 你可能還會遇到一些問題點 這時候呢 你可能會因為組織上面的一些變化 像是我的剛剛我的產品一樣是那麼多 我的目標可能開始有產生一些變質 像是我的市場份額 我要怎麼去跟其他人做競爭 我要怎麼去攻下其他對手 我可能要去抄襲其他對手的功能點 所以這時候你會有一些東西出來 我會更多的產品 那更多的產品表示什麼 你從後面的服務會變更多 你的前端的component你會切得更細 原因是因為不同的產品 你有可能發生出更多一模一樣的邏輯 這些邏輯可能是技術面向的 有可能是業務面向的 所以這時候像以中間第二個第三個來說 紅色跟黃色的部分是因為 你因為業務邏輯 你會發現有些業務的邏輯其實是一樣的 這時候你又根據業務 已經不是技術面向了 你去把這些東西給抽出來 把這些東西抽出來的目的 你為了是打造出另外一個可共用性的平坦 但是這個業務到底從哪裡來 剛剛有說了嗎 你有可能因為市場份額的關係 這邊是一個19年大陸人很喜歡看的一份報告 就是什麼互聯網女網 然後這剛好是騰訊從英文翻譯成中文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從最左邊大概是16年Q1吧 到最右邊是19年Q1 其實這裡面的變化是持續在上漲的 在這持續上漲中 不知道表示了哪些事情 第一個 我的市場有越來越多的使用者進來了 原因是什麼 我可能一線二線的城市已經打滿了 我開始往三線四線的城市去發展 所以我有新的使用者進來了 所以我可以從原本100個使用者 我變到1000個使用者 甚至我可以變到1萬個使用者之類的 你有可能是因為我現在這個市場 我現在所做的功能已經飽和了 所以我要發展出第二個 像以阿里來說好了 原本是做淘寶嘛 那開始就有一些像天貓啊 或者支付寶這些東西 目的是什麼 去找到更多的人來用 所以你會發現說市場的份額在變化 你的人也要開始變化 這時候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你的產品變多了 你的組織架構變了 你原本的團隊可能是從三個人開始的 你現在可能已經成長到500個人 1000個人了 你的技術人員 你的產品人員 你的業務人員 全部都變了 翻了一倍 這時候你要怎麼去管它 用傳統的做法的話 很多公司會用 我把業務人員放在一個單位 我把技術人員放在一個單位 這時候你會有一些溝通上面的問題 什麼產品會影響另外一個產品 什麼情況下面 你會因為技術問題影響到業務 這些都很難說得清楚了 所以呢 我們會針對業務這個點 再把一些功能抽出來 這時候你會看到這是一個過程 我們會把黃色 紅色這一塊啊 跟業務牆相關的東西 我們會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你會包起來 你會把一些更底層的能力 繼續往下沉 你會把你的前端再拆分出來 把剛剛我們提到的component的部分 你會透過前端的路由載路 做到動態的整合出一個畫面出來 所以你會再像大陸最近很紅 像什麼小程序之類的東西啊 大概都是用這種方式 就是同一個平台 你因為不同的URL 它給你呈現出來的 裡面的內容不一樣 裡面的component不一樣 把圖縮一下 小前端 這是在去年年底 馬雲在一次發表會裡面 應該說年會裡面 他提出來的 就是大中台小前端這件事情 目的是什麼 把整個跟業務有關的能力 往下沉 就中間這一塊 打造出業務中台以後呢 表示什麼 所有的業務邏輯 在那邊是可以被共用的 那可以被共用了以後 他跟我們傳統的技術服務可以被共用的 邏輯不太一樣 業務公用表示什麼 我可以針對我現在這個業務能力 在前面透過幾個簡端的前端頁面 你可以是HTML的 你可以是Mobile的 搭出我新的業務功能出來 我只需要在我前端上面有不同的小邏輯 我的後面的業務能力可以共用 像以最常見的像支付 很多公司都會開始慢慢發展自己的支付 那支付的場景有很多種 怎麼去收錢怎麼去付錢 會開始把這些能力包起來 變成所謂的一個支付的中台 那我前面呢 我就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 像是我今天要接的是銀行 所以我只要加上一點點的 可能跟銀行有關的像廣告啊 可能是一些檢核啊或者是欄位 我就有一個跟銀行有關的產品出來 這是目的 所以我們會有小前端 我們會有把前端的component抽出來 變成所謂的前端平台 那把下層的東西會變成一個 所謂服務支撐的能力 服務支撐的能力是為了 提供我們整個業務 更有效的去提供更上層產品的一個能力 像是我要怎麼保證說 我的服務是24小時不中斷 那可能就是要靠最下層來做 那我有可能是把我所有跟LOG有關的 我可能就會往下層 這時候呢我的LOG 我可能也不是在看我的服務的一些狀況 我可能要看的是我的業務的狀況 像是什麼樣的業務 比較多人用 來更好的去抽出另外一個業務中台出來 因為表示這個業務的性質可能會發生大變化 有可能表示這個業務是屬於比較高熱點的 或者是它有可能未來發展成新的產品 所以你會發現說 其實在這個演變的過程裡面 我們其實是把多個我們技術上面的那種服務 開始慢慢的一個一個共同的業務邏輯抽出來 變成一個新的小服務 再把這些小服務組成一個所謂的服務的體系 那接著呢透過這多個服務 組成一個所謂的業務服務 那這個業務服務指的就是所謂的業務中台 整個業務中台的運作邏輯呢 大概就會像這個樣子 它可能從左上角開始 一個頁面的使用 可能是點一個clicker 它可能是一個 我今天買了一個東西 所以我按了下單 所以從那邊走進來 會經過什麼呢 我可能會經過像我的商品中心 為什麼會經過商品中心 因為我要確認你今天買的是什麼商品 我的庫存量足不足 由這邊去做判斷 我有可能再往下走 去看我的物流 因為我要知道我今天到底要配送到哪個區域 我的那個物流人員到底夠不夠 有沒有要接這個單 甚至是它可能是一個預定的時間 像是我可能幾號一定要送達 所以我可能往下走 再來我可能去看一下 右下角那一塊 它可能是一個那個支付的體系 支付的平台 因為我要去看一下 你這張卡 銀行卡可不可以扣款 你的餘額足不足 你到底是走信用卡呢 還是走支付寶呢 還是走現金呢 會從那邊過去 然後我有可能再往上走 可能是要走去哪裡 我可能要通知到 我的買家的可愛端 我要告訴他說 你這張電單已經成立了 每個服務 他專門只做一件事情 那一件事情 就只跟那個業務有關 這是他們做業務中台的一個 最主要的目的 把多個業務中台的流程串起來 直接達到我要的一個產品 要的一個流程 我要的一個產品的特性 所以簡單來看 如果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堆疊圖 你會發現 整個前端其實指的範圍還蠻大的 跟傳統架構是一樣的 整個後端也是跟傳統一樣的 但是在裡面我們會去細分 跟產品有關的 我們會把它叫做小前端 因為它裡面只提供 只跟產品有關的 只跟特定目標用戶有關的 一些可能前端的特殊點 像是可能顏色不一樣 可能是排版不一樣 可能是有些 input 輸入框不一樣 大概會是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小前端 那我們會做一個大中台 大中台包含了哪些 包含了剛剛所提到的業務中台 包含了剛剛所提到的一些 共用的平台 它這個共用的平台 可能是技術的平台 也有可能是某一個 像Mobile的平台 也有可能是一個HTML的平台 上面還會有一些共用性的 像前端的頁面 因為有些前端頁面 不太需要針對不同的產品去做 所以這整塊會被叫做大中台 在做業務中台的過程中 你會把跟業務無關的技術能力往下降 所以這時候你會看到 你會開始有一些你自己的基礎設施 你會有你自己的服務能力支撐 像是我今天的基礎設施 可能會有像QR 可能會有像Database 可能會有像Mail Service 這一類的東西 與業務無關 但是又跟技術有關 我只要需要維護它就好 我可能會再把一些更底層的 像我今天的服務到底要放在哪個機房 我今天的服務要放在哪一個地區 我會把它落到服務能力支撐去 所以整體來說 你會將跟產品有關的特殊性 一直往上抽 你會將你的業務能力一直往下降 在把你的業務能力沉澱的過程中 你會開始把你的技術 重複性的地方一直往下跌 然後跌出來的是 你會發現你的基礎設施變完善了 你的服務能力支撐變完善了 所以這邊是一個簡單的小結論 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 那簡單來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看到大概四種名詞 甚至是在整個過程中 你會看到四個變化 一般的開發習慣是 我們會把相同的東西 我們會把它做成一個公用性的Library 所以這時候它可能只是一個韓式庫 這韓式庫它自己是沒辦法獨立生存的 因為你可能做出來的是一個U-tier 它必須被你包在其他的應用程式裡面 必須被你包在其他的應用程式以後 一起跟著放到某個機器裡面 你必須把它按起來 這個韓式庫才有辦法用 這是一種 它只會造成你的應用程式 或你的服務開始慢慢變肥大 但是這跑不了 這是取決於你到底要怎麼去 調整你的韓式庫的大小 這是你可以做的 另外一個是你會把你有關的技術 像是我要怎麼去做我的Message Queue 我要怎麼做到我的Message Queue 可以retry然後跟業務無關 你可能會有專門的一組的技術人員 去維護這件事情 所以你會發展你自己的技術中台 或者是所謂的技術平台 你有可能會把你的業務能力再區分 區分成什麼 只跟業務有關的 只跟資料有關的 這時候就會出現所謂的業務中台 可能會出現所謂的數據平台 這兩個東西服務的對象不一樣 數據中台主要會服務給營運的人員 可能會提供給像業務人員 可能會提供給像公關人員 他可能必須要去看到一些數據的內容 去做一些報表 去決定說接下來市場往哪裡發展 我的產品到底是要剪 我的產品還是要加 他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會發展出所謂的技術中台 在技術中台 數據中台上面 我們可以堆疊出什麼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BI放上去 我們可以做出我們更多新的 像報表或者是AI之類的東西 可以透過這邊去做發展 我的業務中台要做的是什麼 我可能會把我公用的業務能力抽起來 像是我可能會開始做出跟登錄 登出跟安全有關的 我可能會變成所謂的用戶中心 我可能會把我怎麼收錢怎麼結算的 變成所謂的一個支付中心 我可能會把我怎麼去做廣告的 怎麼去做推廣的 我會把它變成一個營銷中心 變成一個一個單獨的業務能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整個服務化過程 它其實會有好幾個階段 你會從傳統的應用 轉成你的為服務 這比較偏技術面 但是當你的技術面 達到一個程度以後 你會發現說 你會被迫 或者是一定得跟著你的業務 去往前跑 這時候你的業務會告訴你 你應該怎麼把它 再重新為服務化 所以它是一個兩階段的服務化過程 所以 業務中台的一個更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原本傳統上我們做技術服務的時候 我們希望的是我這個服務 我這個應用 可以在我的系統出現很多人使用的時候 它可以自動的擴充 讓我晚上可以好好睡覺 現在的業務中台出現以後 變成是當我的業務量變多的時候 我希望可以讓業務的能力 也跟原本的為服務化的能力一樣 可以被擴充 也就是說我可以不只是單單的擴充 某一個Service 我可以直接擴充整個業務的中台 達到說我可以服務到兩倍 甚至三倍的人數 甚至是支撐兩倍到三倍的產品 都有可能 所以一個中台的特色是什麼呢 我們把所有的業務能力往下沉了之後 你會發現 整個業務中台的標準就出現了 API的怎麼動 裡面的服務流程怎麼動 開始變標準化 每一個服務的邏輯 每一個服務的職責範圍 變單純了 你會非常清楚的知道說 我今天我應該要找哪一組人進行維護 所以這時候你的組織可能會變成 以跨團隊的方式為一個小組 像我可能把跟這個業務有關的業務員 產品可能包含了像Marketing的部分 我可能包含了技術人員部分 它就直接變成一個團隊 因為這一群人直接就對這個業務是最受的 再來是不同業務之間 因為服務化的關係 所以整個隔離性被隔離出來了 我不用擔心說我今天改了會員的什麼東西 造成說我的可能支付體系就整個就壞掉了 我不用擔心說我因為我的營銷做了什麼手腳 所以導致說我的會員中心就壞掉了 所以它的隔離性會變高 再來是我可以讓我的業務能力 再重新被使用 我可以提高我業務能力複用的能力 在傳統上面我們 在進行一個業務能力複用的情況下 直接是複製程式碼 然後再把這個程式碼直接再 部署出去 所以你在傳統你是這樣子做複用能力 但是到了現在來說 我要的是直接讓我的能力 直接就放在那邊好好的 我只要針對我的這個能力 我再去做新的產品出來 來達到我的能力複用 再來是因為我的業務能力一直提供在那裡 所以我可以針對在這個基礎上面 我去做一些新的嘗試 像是我可以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的產品 像是一些客製化功能 這時候你都可以透過這樣的能力 去做客製化 當然你也可以在這上面很容易就去試錯 但是誰來決定業務 這是一個智商而下的過程 不會是由技術來驅動 通常是由組織的目標 公司的目標 像公司可能會說 他的目標是想要貼近你的用戶 所以你的產品功能 你的業務功能就會往這邊去靠 所以是由戰略去決定業務 不太會去由業務去決定戰略 所以這是一個點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會需要另外一個東西 APM APM這個東西是一個服務的效能的管理平台 主要管理的哪些內容呢 第一個是像跟技術面有關的 資料庫的監控 我要知道我今天資料庫到底loading在哪裡 所以這是需要的 我要知道說我今天資料庫會不會影響到哪些人 我是不是要把我的資料庫在擴充什麼的 我要知道的是我的服務等級的管理 我要知道的是我今天這條業務走進來以後 到底會影響到多少人 我這條業務線流進來以後 我的SLA要多少 所以我必須要管理這一個 我必須要針對我的使用者體驗進行管理 我要知道哪一個畫面 哪一個業務流程最多人用 這些流程有沒有辦法 再把它的response time再縮短 可能從原本的三秒變到剩下300毫秒 可能300毫秒還不夠 我可能要變成30毫秒之類的 我必須要很快的知道說 我今天這一個產品 當有故障發生的時候 我應該要怎麼去debug 所以我必須要把故障的排除的方法 故障的監控方法 建立起來 我必須知道說這條業務線 它要流進了哪些service 必須知道它流進了哪些component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故障監控 我需要知道說我現在有哪些service是好的 哪些service是已經開始有瓶頸了 CPU很高了 memory不夠了 所以我需要有服務監控 在APM這一塊呢 近兩年吧 大陸這邊release了很多 然後也都跑到Apache基金會去了 像Skywalking 像那個 還有什麼 那個 TAP 好像是百度的還是叮叮的 很多 基本上各家都有自己的一套 那做的事情大家也都差不多 如果拿歐美的來說的話 你可以當作是像 我把Lip King 我把Promichos 我把像 耶格這一類的 把它組合起來 變成一套 這裡面可能還不只包含了 這上面所講的 它可能還會包含了另外一個層級的 像是怎麼提升我的組織效率 我要怎麼讓我今天的一個新的功能的 開發速度是快的 怎麼讓我今天一個新功能的 deploy速度是快的 所以在大陸這邊有很多 新的 好玩的一些toer有出現 其實大家可以去比 也可以去試用看看 不過 如果擔心資料會被他們拿走的話 還是不要去用好 這是我的建議 那接下來我們看 我這邊準備三個例子 這一個我記得應該是某一間大陸的 那個 保險的 應該說 B2C的業務 他們的架構也 就會是這個樣子 首先先把前端 的功能做區分 所以你會看到有所謂的 商品目錄區啊 像是路單啊 保單管理這種東西 這是屬於跟產品有關的 因為這是跟我今天要怎麼去 訂一個保單有關 我今天要下一張保單有關 但是呢這個保單裡面呢 因為它還是跟一個購物車流 流程很像 所以他們會把它再抽出來 像有一個共享區域嘛 像購物車啊訂單 因為你今天我要 投保一張保單的過程 其實就是找到一個業務員 然後在你這個保單裡面 選擇你要的一些保險的內容嘛 然後再來就是 購物車流就是下單啊 所以以共享的區域來說 其實指的就是這件事情 那表示什麼 它其實還可以再做另外一個 其他業務 因為我這個共用的購物的流程 基本上是固定的 所以我如果今天我要發展像電商 我其實是可以拿這一塊去做實用的 然後呢 會把像業務專屬的部分往下抽 會抽成什麼 像A產品的中台 那是屬於跟A產品有關的 你可以看到最右邊 會有所謂的訂單中心啊 支付中心啊商品目錄 這是跨產品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不同的產品 我可以因為同樣的業務能力 我去做搭建 這是一種 再來這是我之前公司的友站 這是其中一個 在做零售的財務中台的一塊的例子 在做財務中台的時候呢 我們會把它切成幾個層 像應用層啊領域層啊 或者是基礎設施 表示什麼 我今天我在建這個中台的時候 我需要依靠的是哪一些最基礎的服務 大陸那邊的人很喜歡用Double Double就跟那個GRPC很像 只是Double還多了一些GRPC沒有的功能 像你的Service的Discovery 它包括這個 它也可以去做Service的Manager 然後NSQ呢 其實就是跟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AWS的NSQ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RDS也是 跟Database有關的 然後KeyValue DS其實就跟Redis差不多 就是把這些跟業務無關的能力往下放 那再來是在領域層這邊呢 會把跟配置有關的 設定類有關的放進來 然後你也可能會去切幾個不同的 以這個例子來說 是把一個中台裡面再切更小的 小型的中台在裡面 你可以這麼的理解 所以你會看到裡面有所謂的核算域啊 結算域啊 或者是什麼收復啊 這一類的東西 因為會把整個跟那個業務有關的能力呢 全部包在那個地方 那以這個例子來講 我記得 在這個的組織裡面 我們把 1 2 3 4 裡面就有8組 8個組 每一個組就負責專門的一個服務域 那每個服務域裡面呢 技術人員大概就8個吧 測試就佔了3個 然後有一些marketing的人 有一些業務的人 然後呢 會有一個產品經理 負責去看說 今天哪一個產品 要擴充 會不會影響到這個業務 然後去針對這個業務 進行一些擴充 或者是改善 在上層呢 因為我的業務能力已經有了 所以我可以很輕鬆地接入 像是要接APP 還是我要接到PC裡面去 甚至是 我可以把我的服務能力升級 開放出一些特定的URL 或者是SDK 給一些sirparty做使用 這一張圖是阿里的 在18年吧 雲汐大會 那個時候他們分享的一張 他們的全景的組織架構 外加中台的服務內容 以他們的這個來說 你會看到像交易中心 支付中心 然後什麼營銷啊 日志分析啊這些 他把一塊一塊的業務 歸類成一個一個不同的中心 每一個中心 就只負責那個業務的事情 那一樣 在基礎服務的部分呢 一樣也是跟業務無關 往下沉 在業務的部分的上層 你會看到 他可以把各個不同的服務 放在這上面 產品化 所以他們就會出現像支付寶啊 然後支付寶裡面 可以什麼螞蟻森 有的沒有的 你也可能會看到 他有淘寶了 做一個天貓其實很快 然後他們在雙十一的時候 要搭一個所謂的那個營銷的 或者是雙十一的那個 戰略地圖 大家應該有看到過 那個統計圖吧 像是哪個地區買了多少東西啊 然後今年賣出了多少錢啊 然後退款了多少錢啊 這些東西 都是透過這些中台的業務能力 去把它兜出來的 所以呢簡單的做一個結論就是 在我們建立中台的方法裡面啊 其實我們會分三個階段 第一開始我們會先想辦法去想辦法規劃建設它 規劃方法有幾個 你必須要先把你的組織文化做調整 在傳統的人員分工的方法上面來說 你很難做到中台的話 原因是你的溝通成本過高 你有一個業務團隊 你有一個產品團隊 但是兩邊的人其實對彼此根本不熟 在中台的過程中 我們會把業務的人員 跟產品的人員 跟技術的人員 直接就放在一起 原因是因為這一組人 直接對這個東西最熟 再來是我們必須找出哪些場景 是關鍵的場景 因為業務中台很依賴 業務的獨特性 它必須是專一的 所以你必須把這個業務的場景找出來 只有找得出來 你才有辦法把業務能力做下沉 再來是你要決定說 你這個業務的中台的服務力度要多大 你可以做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什麼XX中心 你也可以做一個很純粹的XX中心 當然在整個規劃方法 你需要知道說 我要用什麼方式去把我的服務邊界做拆分 這時候你可能需要的是滴滴滴 所以你必須去對你的領域做建模 你必須知道說 我今天這個服務的context的邊界在哪裡 我這個context會影響到誰 我這個context跟誰有關 這是一個 再來是當你建好以後 你必須要去做管理跟控制 所以你必須知道說 我今天服務的變更方法是什麼 我必須知道說 我今天服務的更新方式是什麼 我需要知道的是 我今天這個服務可能會有好多個版本 我要怎麼讓我的產品知道說 它今天要用的是A版本還是B版本 我能不能向後相容 這是你要知道的 我必須知道說 我這個服務 我這個產品所要用到的業務路徑是什麼 所以我必須去做我的路徑監控 我需要知道說 它今天流經過哪些中台哪些service 我需要知道說 我今天的業務量 到底還可以承受多少 來決定說 我的技術能 我的技術需要怎麼樣去做擴充 我需要怎麼對我的硬體設備 我的人員去做訓練 做擴充 所以我需要有一些容量規劃 等等等等 你需要很多東西 這是跟管理有關的 再來是 你會因為公司的戰略目標 今年賺了10億不夠 明年要賺100億 所以你會根據這個10倍 決定說你的新業務的發展方向是什麼 所以呢 把你的新業務發展 當作是你的中台進化的一個方向 因為你的中台必須要把原本的能力 再做進一步的提升來支持新的業務 你必須要把你不同的專案內容 把你不同的產品內容 共用的業務能力持續往下沉澱 來達到中台進化的效果 這是一個建立中台的三個步驟 但是在中台裡面其實有很多的挑戰 不是很簡單的就是我們想說 我今天靠技術 我把它切一切 我覺得服務沒問題就好了 也不是說我今天覺得這個產品的業務 或者是context我覺得非常清楚了 我切一切就好了 其實有很多 當我中台出現了以後 我可能組織上面 我至少會需要兩個人 第一個是所謂的 懂整個公司的產品經理 他必須知道說 今天公司有一個業務 或者是公司今天有一個產品出現的時候 到底會影響到哪些業務中台 哪些業務中台必須配合著改 哪些業務中台的能力是可以做複用的 他必須清楚 我也需要有一個所謂的業務架構師 他必須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今天這一個業務決策 所需要的架構是哪些 我需要哪些組織 我需要哪些團隊 一起來做配合 因為這些組織團隊都跟中台有關 所以呢 我們會發現說 我的人員的要求會稍微要提高 我必須要有一個很懂全貌的一個人 再來是我今天的中台 到底可以滿足多少個業務場景 這是要被明確的知道的 我現在可以承受 我未來能不能承受 如果我現在沒辦法知道我未來的業務發展方向 我不能知道我未來的戰略發展方向 其實這個中台做到最後你會fail掉 fail掉的原因是因為我現在的改動點 對於我未來的變化 我的成本太高了 很多人就會因為成本高直接就放棄掉了 所以怎麼讓你的業務中台的能力是可以被擴充的 這反而變成是考驗產品經歷啊 業務架構師或者是開發人員的另外一個問題點 再來是現有的新產品或者是一些新的業務 到底能夠對這些業務中台的附用率有多少 然後以及我這些業務中台需要調整多少 因為不可能說我今天出了一個新產品 我的業務中台可以達到完全不改 這是很難的 多多少少還是要做一些配合的調整啊 來支持新的業務能力 所以怎麼讓你這邊的調整 怎麼讓你這邊的附用是高的少的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再來是我的業務中台穩定以後 我有沒有機會變成一個服務 提供出去給其他人 就像AWS 把machine learning的能力提供出去了 你有沒有辦法做到這個 那你如果做到這個 你可能會發現說我有一個新的盈利點 再來是中台一變多 中台的複雜度也高了 我響應業務的複雜度就增加了 我到底要怎麼讓這些中台配合 這就是要去思考的 好 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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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